有传言指马华总秘书拿丁巴杜卡周美芬 因为要出国深造将在8月离职 马华总会长拉多斯里维嘉祥 今天被媒体问起时 就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用12个字来答复媒体 否认周美芬将辞去总秘书的说法 另一方面魏嘉祥今天在马华政府监察运动 启动仪式的记者会上也表示 历经509变天之后 马华如今下野 人们应该问的不是人民要不要给马华机会 而是马华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 他说马华不只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 有治国能力的执政党 而且也能够成为一个建设性有效的在野党